正田樹勢投的107球 這一個球撈成的是在右外野方向相當深遠 打到陳雷達牆角下面 形成了一個深遠的安檔 陳志偉上到了二雷 二雷安檔 怎麼看 右偷在外角的位置 反向攻擊 打得夠深遠 這一棒中外野方向落下來的安檔 二雷的跑者 這個球回傳又傳偏了 10打是4安檔 兩個保送 時差球在高的位置 打在棒頭上 而且揮棒的速度沒有這麼快 揮棒再快的話有可能會落空 這一棒打到左外野方向 左外野小向後退 這個球沒有接到 打到純雷打牆 彈回來的安檔 原本 這一輪的跑者 帶跑的曾華偉回來得分 高的 得分能力也算好 這個球 打得相當遠 阿朗還在那邊看會不會出去 打到純雷打牆回來 曾華偉的速度也夠快 又是兩出局 六千零八十七個打死 趙泰山這一棒 左外野方向 這個球 這個球 像是趙泰山的頭髮回不來了 兩分打點的 拳雷打 今年球季張泰山第七 交代不過去 這個低角度的球 用高爾夫式的一個揮擊的方式 把這個球帶得很遠 這也是張泰山職棒生涯第212隻的拳雷打了 212 而且他也是連續兩場比賽開砲 連續兩場比賽開砲了 上一場是打朱衛銘 正好過 現在是高度夠 球隊啦 蘇建榮也敲出安打了 魏納斯是停在二壘後 有蘇建榮 看到魏納斯停了 他也趕快插車了 看起來是有二壘安打的機會 現在又都打到第九棒了 結果這一棒又外野的飛球 還沒有要結束了 落地形成了安打 哇 林憶偉 他不想連續兩個半組 林憶偉個人狀況比賽是三分打頂的進場 真的是丟棍那頭 丟棍那頭 因為棒球有的時候 就不講道理 就是說打得扎實才有用 因為上一次是打的 沒有什麼很強勁 又下安打了 三壘的跑者回來得分 火哥張建民 上到二壘 二壘安打又一分打點 這個就是說 棒球有的時候就是打瘋了以後 怎麼打怎麼有 心動牛隊 要提升他們七局之後的打擊率 這個